第二十三章偷偷 下午五点出头 太阳虽不及正午那般猛烈 却仍显刺眼 巷子外的气味也不太好闻 陈俊文没让桑志跟他傻站在这 他往四周看了眼 干脆带他到附近的一个小摊位上 买了两串冰糖草莓 两人找了个阴凉处 一人捧着一串咬 怕桑志觉得尴尬 陈俊文主动跟他聊起天 这附近有点乱 以后你没事不要过来这边 桑志乖乖道 知道了 本来前妃也要过来的 陈俊文说 你记得吧 那个胖胖的哥哥 不过他今天有事儿 就没过来 桑志不喜欢吃上面的糖纸 一点点的撕掉 记得 暑假的时候 我哥带我和他吃过饭 陈俊文 啊 那可能那个时候我已经回家去了 所以就没去 桑志点点头 嘉许哥也去了 啊 老许呀 陈俊文突然想起了什么 累 对 他放假不回家 桑志一顿 犹疑道 为什么呀 陈俊文也不大清楚 挠挠头 可能就懒得回去吧 加上小学期什么的 假期也没剩什么时间了 哦 不过他偶尔还是会回去 陈俊文想了想 基本都是小假期回去 比如上个学期 清明的时候他好像就回去了 长假就没见他回家 桑志小声问 新年也不回吗 是啊 陈俊文说 不过这事儿还算正常吧 我们学校还挺多人 新年不回家的 学校也会弄年夜饭 留校过年的还有红包 桑志咬破外边那层冰糖 不知道在琢磨什么 半晌 他没再继续问 换了个话题 哥哥 我哥他们在里面会做什么 啊 会打架吗 如果是男的可能会 陈俊文摸了摸下巴 但你刚刚说那些人是女生的话 嗯 那可能就讲讲道理 此时此刻 巷子内 因为道路狭窄 网上都是楼层突出来的窗台 阳光被遮挡了大半 光线明显比外头暗了不少 像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听到段嘉许的话 桑岩的眼瞼动了动 看了过去 红头发女生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对 警惕的退后两步 开始装傻 什么呀 我不认识你们 说完之后 他朝旁边两个女生使了实眼色 没事儿 我认得你们就好 桑岩青苔眉眼 沈笑道 是你昨天拿了我妹二十块钱是吧 还拿烟头烫她 什么烫她 红头发女生的音量拔高 我就拿了她二十块钱 别的什么也没干好吗 别冤枉我 二十块钱而已 要我就还给你们呗 二十块钱而已 桑岩的脸上毫无笑意 同学 别说二十块钱 就算你只抢了我妹两块钱 这笔账我都得跟你算 红头发女生的火气明显上来了 但也没讲 紧抿着唇从口袋里翻出钱 沉默递到桑岩面前 桑岩没动 段嘉许扫了眼他们衣服上的校灰 直中的 没成年吧 这年龄不在学校里好好学习 在这里干什么呢 桑岩淡淡嘲讽 打算一辈子干这个 拿了钱就滚啊 红头发女生的脸色一变 我怎么样关你屁事 段嘉许低着眼 又抽了口烟 嘴里缓缓吐着烟雾 不知道在想什么 很快 他抬脚走到女生的面前 长截一抬 若有所思的盯着他 无声的注视 他的眼形内勾外瞧 天生带情 盯着人的时候 就像是在放电 此刻不带任何温度 莫明显的渗人 红头发女生的心脏提了起来 害怕到终于发起了火 干什么呀 你们烦不烦 我不是说还给你们吗 旁边有个女生拉住他 我们快走吧 下一刻 段嘉许忽然抬起夹着烟的手 想着丧志的那句拍了拍我的脸 他稍稍挑眉 修长的手指慢慢的凑近 红头发女生的脸 难难猜测 昨天这么拍的 铺天盖地的压迫感朝他袭来 盯着他手上那根还染着红光的烟 红头发女生握紧拳头 没敢动 眼眶渐渐红了 在他看来 眼前这个长得极为漂亮的男人 本质上就是个恶魔 明明是在笑 看起来却比旁边那个嘴毒带着力气的男人还要可怕 烟头在距离他两厘米的位置停下 段嘉许的手没触碰到他的脸 指尖点了两下 有烟灰落到他的衣服上 烫出一个浅浅的痕迹 他慢条丝里的直起身 语气斯文温和 吓到你了 红头发女生立刻往后退了一步 眼泪瞬间掉了下来 还别说 段嘉许笑 好像是挺吓人的 出巷子的路上 桑岩双手插兜 跟在段嘉许的后面 闲闲道 兄弟 你最近吓人可真有一套 我看了都害怕 段嘉许挑眉 是吗 听过那个成语眉 桑岩说 笑里藏西瓜刀 还有 桑岩想起个世儿 吃了声 我妹怎么就成你家小孩了 按你这么算 你他妈不就成我爸了吗 段嘉许漫不经心道 行啊 我不介意 滚 两人走出巷子 在不远处的小摊位旁 看到陈俊文和桑志 一大一小的两个人 并排站在一块 捧着一串红艳艳的冰糖草莓 桑志的目光 时不时往巷口的方向看 很快就发现了他们两个 他刚吞了一大颗草莓进嘴里 此时塞帮子一股一股的 想说话又说不出来 倒是陈俊文先开了口 见着人了 桑岩闻了声 陈俊文的声音像是机关枪一样 那你们干什么了呀 恐吓吗 怎么恐吓的呀 说来听听啊 我好奇 我说我一个月只杀十个人 桑岩懒洋洋道 这个月的额度已经用完了 我下个月再来杀你 陈俊文无语 你糊弄谁呢 你呀 陈俊文被桑岩气到 他翻了个白眼 侧头看向段嘉许 试图从他这边得到答案 老许你就不能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 嗯 段嘉许气息悠长的喝笑了声 我为什么要满足你 陈俊文差点被噎到 拿手里那串冰糖葫芦指他 小朋友还在呢 你开什么黄枪 你还要不要脸 听着他们的话 桑志没吭声 默默想着开黄枪是什么意思 色情的话 那刚刚那话哪里色情了 不是挺正常的对话吗 不过陈俊文那句不要脸 他确实还挺赞同 桑志莫名有些忧愁 他怎么跟谁说话都这样 不听内容 光听语气都觉得不要脸 跟男人说话都像在跟情人说话一样 听到小朋友这三个字 段嘉许才垂头看向桑志 唇角弯起浅浅的弧度 吊儿郎当道 小朋友 你怎么吃的东西 桑志 他好笑道 像纸河豚一样 桑志立刻把嘴里的东西咽进肚子里 舔着唇角上的糖子 低声说 你才像河豚 这样吗 段嘉许指了指他手上的冰糖草莓 半开玩笑 那你给哥哥吃一口 哥哥给你表演个帅气的河豚 你吃我的吧 陈俊文看不下去了 你能不能别骗小朋友了 我都觉得良心不安 你这骗吃骗喝呢 桑炎瞥了眼 别费劲了 他不会给你吃的 当没听见一样 段嘉许没应他俩的话 下一刻 桑志果然摇了摇头 不行 随即 他垂下脑袋 从口袋里翻出五块钱 很爽快地塞进他的手里 你自己去买一串 段嘉许一愣 这事儿明显不在桑炎的接受范围内 他把手机放回兜里 盯着桑志看了好几秒 凉凉道 你怎么不给我买一串呢 桑志瞅他 又摸了摸口袋 无辜道 可我只有五块钱了 意思就是 我没钱给你了 桑炎沉默两秒 气笑了 行 好样的 段嘉许 段嘉许看着手里的钱 可接收段嘉许 垃圾的垃圾桶 桑炎深吸了口气 拿过钱 揣进兜里 回家 桑志眨了眨眼 你怎么不买 不想吃 那你把钱还给我 不还 不还 桑志不乐意了 你这不是骗我钱吗 骗 桑炎又从兜里掏出那张五块钱 以及刚从那个红头发女生手里拿回来的二十块 别说这五块 我还拿了你二十块呢 咦 桑志停住动作 拿回来了呀 废话 那你给我 桑炎扯了扯唇角 没再跟他闹 把钱还给他 人才多大点就这么现实 遇到钱就跟我计较那么多 以后还得了 话还没说完 他就看到他嘴里非常现实的桑志 在接过钱之后 转眼间就转手递给了段嘉许 还附带着乖巧又讨好的一句话 哥哥 给你 桑炎